当期望美好生活的幻想开始被打破 又一次前来的瘾君子 意外卷入蔓延团伙的妹妹 让这个家重新布满阴云 丧心病狂的父亲 无辜受害的幼童 这个家又会酿出怎样的血色亲情 请收看《能暖人生之父子节》下集 要不趁这个机会 让医生给她做流产手术算了 到时候问起来就说因为这事孩子掉了 这怎么能行 她现在经过这么一折腾 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怎么可能再做那种手术 我是担心这次不让她做 以后再想让她流产 可能就没机会了 这个孙小孩也太狡猾了 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也罢 出了这事 估计孙小孩那小子 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孙小孩 行 小姐 姐 检 姐 孩子 孩子 倩倩 倩 我的孩子呢 没事 没事 孩子 孩子 在 孩子 在 那就好 那就好 小海 姐夫 小海呢 孙小海 让他给跑了 跑了 你们为什么老是要逼着他 他本来可以去自首的 本来可以和我一起走的 都怪你 姐夫 倩倩 你够了 孙小海他是一个毒贩 你本来就不应该跟他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 你姐夫为这件事情 已经停职三个月了 你已经这么大了 你怎么能还这么不懂事呢 你现在又怀了他的孩子 你知不知道家里边的人 有多担心你啊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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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 你怎么来了 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说我怎么来了 妈 倩倩她没事 放心吧 那孩子呢 孩子 孩子还在 自己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管她 我差点怎么做 就好像三岁 他不停了 她不停了 我这种什么 所以我需要 那就 sta关心了 妈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 亲亲 你这个不正气的东西 妈 你走吧 亲亲 走啊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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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灿 妈好话坏话都说尽了 她怎么就不听劝呢 妈 既然妹妹还是那么坚持 以后她生的孩子我来帮着养 你呀 就别担心了啊 姐 我没事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 小心啊 爹上滑啊 好 灿灿 我今天再跟她说一遍 我们家是不过收养的孩子 妈 现在亲戚真的是无家可归了 她一个人又没有工作 你让她去哪儿吗 而且我是她姐姐 我有责任照顾她 你想管她我不管 但是 你总不能把我们家扯进去啊 妈 我求求您了 这可是一条小生命啊 妈 行了 行了 真没完没了 我可告诉你啊 我们帮她养孩子 那只睡一阵子 那以后 还是得她自己带 姐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其实你也不用为难 等以后孩子生下来 我自己带就是了 我也希望能够一直陪着她 看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 亲亲 你这不是说笑吗 你自己都还是一个孩子 一个人又没有工作 你照顾自己都困难 还别说照顾好孩子了 姐 我真的可以的 行了 难道您想你的孩子 从小跟着你受苦啊 亲亲 听姐的话 姐先帮着你养孩子 等她大一点了 再说 黄灿灿终于说服了婆婆和亲亲 要帮妹妹带孩子 没想到孩子出生后乖巧可人 一家人很是喜欢 而婆婆更是对孩子宠爱有加 再也不提把孩子送还给亲亲的事情了 我来 我来 妈 不用管她 没事的 我来 我来 我来说呢 我给你去 奶奶抱着 还说呢 你看你怎么带孩子的呀 那前一段时间 那小雨的头还磕着呢 那个包啊 才好 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就不找记性啊 小雨 跟奶奶一起玩啊 我再玩啊 你不是不喜欢这孩子吗 别胡说啊 你看啊 我们家小雨 这么乖巧 这么可爱 奶奶怎么舍得呀 来 小雨 来 吃个橘子 吃橘子 吃橘子 来来来来来 慢点 慢点 来了 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家里的都用不完了 怎么 你怕我亏了小雨啊 看姐说的 你又开我玩笑了 来来来来 拿给我 小雨 快看看谁来了 小雨 快看看谁来了 看看谁来了 小雨 去哪儿啊 小雨现在啊 现在可淘气了 你看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调皮她孩子聪明 小雨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教你的股诗 记不记得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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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记得了 行 那我再教你一遍好不好 好 好啊 三天两头往这儿了 算什么样 妈呀 小雨 小雨 妈就这脾气 不要想多 不会的 不会的 小雨啊 妈妈和亲亲妈妈 一块儿要说 待会儿教你好不好 嗯 嗯 妈呀 妈呀 亲亲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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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三年过去了 你现在应该放下了吧 是啊 亲亲 你还这么年轻 你未来还有很多种可能 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你看啊 小雨在这里过得也很开心 你也可以经常过来看她 你也没什么可挂念的 你应该放下 重新开始你自己新的生活 好不好 你看现在工作也稳定了 也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个人问题 我那个手机专营店有个小伙子 年纪跟你相仿 长得还是挺帅气的 又能干又能吃苦 回头我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你别整天把自己闷着 好 行不 这就对了吧 来 谢谢 吃一块橘子好不好 啊 喂 妈 怎么了 灿灿 你妹妹现在她还好吧 她挺好的 妈 我知道您也很挂念她 但是您也该去看看她 我看她 她怎么不来看我 都过了这么久 她还跟我怒气呢 妈 看你说的 亲亲脾气倦 你这都一大把年纪了 脾气跟她一样的倦 你们两个呀 是谁都不想先低头 这死丫头 还平起来了 对了妈 我想给亲亲介绍个男朋友 她答应了 真的 我想出个空就带过去 让她们认识认识 是是是 也该好好的认识认识 她呀现在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生活 灿灿 这事了 你得多费费心啊 妈 你哪儿的话呀 这是我应该的 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上班了啊 好 路上注意安全啊 知道了 你也多注意身体 对了 你要替我好好地把把关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你别挂了啊 这帮诱骗女性蔓延的团伙 非常的猖獗 专挑漂亮年轻的女性下手 经过我们民警这几天的勘察 确定了 他们就是三年前 我们一直在找的那帮盗窃机构 那好 制定一个详细的抓捕计划 这次再也不能让他们逃走了 你们知道哪个地方的手机用户 最喜欢关机吗 不知道啊 是宁波 因为啊 对不起 宁波的用户已关机 周琳 我真的没想到啊 你居然是一个段子高手啊 缓合一下气氛了 再讲一个呗 你们说阿拉丁有几个哥哥 阿拉丁 阿拉丁有几个哥哥 不知道了 真不知道 有三个 因为有阿拉甲 阿拉丁 阿拉丁 还有阿拉丁 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就好 那个 我去上个洗手间 你们等我一下 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我妹妹这个人啊 就是脾气有点俊 别的啊 还真的挺好的 那你喜欢就行 小海 亲戚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还不回来了 你先等一下 我去看看啊 小海 你这些年去了哪儿 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啊 我 我想知道 有料了 对来 但是我 living in the flood 我照顾 wild 我都能我 你守护了 这些人啊 我只是对了 你这样的心情 好好 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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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r 我想着咱们的以后 想着咱们的将来 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还有忧吗 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了 不过你放心 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补偿 你拿什么补偿我 你能不能原谅我 难道你忘了 你忘了咱们之前美好的日子了吗 小海 你还是去自首吧 自首 不 我不能自首 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 你是我的一切 我不能失去你 你不能失去我 那你治今年到底在哪儿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你知不知道我等一等的好苦 我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的处境也很难 你能不能再 再给我点钱 小海 现在自首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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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首的话我就真的完了 那可真好啊 我还以为你会跟我一起走 小孩你 您好 您拨的用户 正式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喂 灿灿 老公 不好了 今天她被人带走了 什么 你先别慌 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我们在冰江路的 她去厕所了 一直没回来 我就去找她 结果她好像被一个男的带走了 电话也打不通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查一下 妹妹的丢失 让黄灿灿分外着急 她隐隐地觉得 那个带走亲亲的人是孙小孩 事情似乎朝着 越来越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 亲亲呢 亲亲 她被人带走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别做 救命啊 孙小孩 你干什么 你对我不忍 我就对你不义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早知道当初我就约要打 打什么 打死你 我看你这小死伤 你个混蛋 放开我 你放我出去 孙小孩 这个怎么让人活呀 倾倾 妈 妈 你别哭了 你这哭也没用啊 对啊阿姨 身体要紧 朱灵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突然发生这种事 没关系了姐 现在最要紧的是亲亲没事 这个孙小孩 我到处都说她不是什么好人 可你妹妹她便便她不信 现在 够完了现在 妈 妈 你别多想 我一听听吴勇他们说 已经锁定了犯罪嫌人的位置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妹妹肯定会没事的啊 别担心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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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警察 快跑 这边 快走 别动 快走 快来救我们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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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加油 抓住他 放开 放开 隆晓海 站住 放开 放开我 放开 快 快 隆晓海 走 隆晓海 隆晓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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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姐夫 是隆晓海 是隆晓海 他又出现了 你要把他抓住啊 我知道 小悠 先带他们出去 来 慢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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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不人 我就对你无异了 你对我不人 我就对你无异了 妈 倩倩 妈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妈 我错了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瘦了 孩子 妈没什么求的 我只希望你平心甘甘地 在妈的身边 妈 是我不好 我不敢让你伤心的 妈 妈对不起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你 我没事 我没事没受伤 好好的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妈这颗心 终于放下来了 朱霖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出事 所以跟着阿姨一块过来的 谢谢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又是孙小海 这几年还让他长本事了 又让他给胖了 这个孙小海实在是太狡猾了 姐夫 对不起 都怪我 我不该把孙小海放走的 当初跟你说孙小海已经归案 就是不希望你再惦记他 你现在终于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姐夫 我现在已经放下他了 现在只希望他能够尽早归案 那就好 天色也不早了 你跟妈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先走了 喂 喂 妈 什么 我跟大勇现在在警察局呢 小语怎么会发烧了呢 好 我马上过来 小语突然发烧了 你等我一下 嗯 小语 小语 妈 小语怎么样了 小声一点 医生说 已经没什么大事了 不是小语平时不都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发烧了 哎呀我怎么知道啊 他玩着玩着又睡着了 等我把他抱到床上一摸 还有那个烫啊 把我给吓得 真的是苦了这孩子了 妈 老公 这都深夜了 你们也忙了一天了 赶紧先回去休息吧 我来照顾小语 还是我留下陪你吧 哎呀 我也要在这儿守着 可是我的孙子 妈 你身体不好 要这么守一夜会吃不消的 是啊妈 在这儿回去吧啊 老公 你也忙了一天了 你就别跟我争了 赶紧带妈回去休息吧 哎呀 不 不要守着她 要不问一下她出了什么状况怎么办 真的不用啊 妈 我先回去休息 这里有我守着 是啊妈 有灿灿的 咱们就回家吧啊 你也注意一下啊 走我们回去吧啊 走啊有灿灿的啊 你放心 你注意点啊 你去休息啊 走 也行 我去说 我先去救派 我去救派 我去救派 你怕我说 你怎么寻 existe 我去救派 我去救派 快救派 你很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 姐小宇呢小宇他小宇呢小宇他在这里的呀姐我不是让你看着他的吗我睡着了不是他总的晚上真的在啊小宇呢小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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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小宇去哪儿了呀对不起 不行啊 亲戚是我不好我没有看好他 你监控去监控室 监控 快 这个 这母命人是谁啊 孙小孩 花车会我也认得他 又是他 姐 他会不会伤害小宇 亲戚你先别着急 还是先给你姐夫打个电话吧 好啊 老公 事情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赶紧把小宇找到啊 好 好 小宇被抱走 黄灿灿分外自责 谁也不知道孙小海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小宇他到底怎么样了呢 好了 小宇小宇别哭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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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消几会儿老师 再这样闹闹下去 这警察迟早被招进来 他要哭我有什么办法 只要能捞到钱 他又是祖宗 你看着 去打电话 别哭了 别哭了 小宇那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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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那是在哪呢 喂 喂 孙小海 你 告诉你姐夫 二十万换一个孩子 答不答应 二十万 你疯了吧你 小宇呢 我听听小宇的声音 小雨 你别哭 妈妈在 妈妈马上带你回家 听见了 如果要是不答应 我就卸她一条胳膊 卸她一条腿 孙小海 你要干什么 你个情少 你知不知道小雨 小雨她是你的孩子 怎么可能 如果要是让你姐夫 知道这事了 她不得跟你急 我说的是真的 我告诉你 如果小雨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后悔去吧你 我告诉你 如果我二十万拿不到手 这孩子 我指不定怎么样 孙 这怎么办啊 这怎么办啊 我不想你 我不想你 这怎么办啊 就按她说的吧 别哭了 别哭了 她怎么白哭啊 要不给她吃点腰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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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情少 你知不知道小雨 小雨她是你的孩子 怎么可能 好 如果要是让你姐夫 知道这事了 她不得跟你急 我说的是真的 我告诉你 如果小雨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后悔去吧你 你过来 你看看她跟我长得像不像 你跟我她 喝多了吧 你仔细看 那你别说 还真的挺像的啊 你不会是你的儿子吧 你什么扯淡 行行行 来 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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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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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我梦到小语了 孙小海 孙小海会不会跟小语做什么 我要去做小语 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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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下 我要小语 我要小语 孙小 你别担心 你姐夫已经跟领导 汇报这件情况了 我想 孙小海 他不会对小语做什么的 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别担心 姐 谢谢啊 时间不早了 那我先走了吧 辛苦你了 周琳 周琳 不好意思啊 没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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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喂 黄姐 我想了很久 觉得我跟亲戚在一起 可能不太合适 我想 我知道 因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能都没办法接受 不过 还是谢谢你 亲姐 姐 真的对不起 周琳的离开 让黄灿灿更加自责不已 本来想要帮助妹妹 但每次都似乎是在帮倒忙 黄灿灿只能期待 吴勇能够及时找到孩子 不要再伤害妹妹了 等一下 姐夫 我跟你一起去 去干什么 现场太危险了 在座孙小海已经不比当年了 他再三强调 只中有一个人去 你们就安心在家等我好消息 可是我 亲亲 咱们就在家里边等小雨的消息 你还信不过你姐夫吗 是啊 你放心 警队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不会有事的 好 那我走啊 注意安全 那姐夫你一定要帮我把小雨带回来 放心 还睡多久才行 快些 你真不去 不去 哎 对了 拿着钱以后 别被别人跟了啊 就万一人家跟我要孩子怎么办 如果你不能安全地回来 他们就再也别想见到孩子 谁信呢 不是 你到底要去孩子干嘛 他会相信你的 孩子这事 你就别管了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去 队长 我已经到了他们车下去 行 我知道 好 先按他们车了吧 妈 妈 你就坐下等吧 姐姐 你不要着急啊 小雨一定没事的 姐 我们是不是应该和姐夫一起去找小雨 孙小海不是说了吗 只让你姐夫去 要不然的话 不知道还会对小雨做什么呀 喂 喂 孙小海 你到底要干嘛 哪一家 使得 我在天台呢 孩子在我手里 小语 妈妈在 你别哭 妈妈现在就去找你 你们上来吧 喂 喂 姐 他们在楼上 我们去找他们好不好 清清 他们怎么会在楼顶呢 她不是去见你姐夫了吗 清清 我觉得这件事肯定有诈 要不咱们先商量一下吧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语在他们手上 我要去找他们 谢谢 我叫直走右转 再往里边走就到了是吗 对对对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严心 终于抓到你了 说 孙星海在哪儿 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等到了警局 我看你说不说 不用警察 警察办案 一会儿跟我一起到牌所 做个彼录 小刘 靠起来 队长 人已经抓到一个 但是还没找到孙小孩 你放心 他跑不了 喂 怎么了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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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进屋了 小语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想干什么呀 你们说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他已经走后入门了 先把小语揪下再说啊 小语是你的孩子 我求求你 你不要伤害他 但是我没有去做流产 我是骗你的 我是骗你的 我的孩子 我是他爸爸 他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警察 爸爸 快来抓回来 小肚子给我闭嘴 我求求你 不要伤害他 孙小海 你会后悔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地相信你们吗 你给我扬下来 我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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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扬下来 你赶紧放下小语 我求求你 放下他 你别哭了 再哭我就弄死你 你赶紧放下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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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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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赶紧打电话 打电话 小语 孙小海知道 自己永远也不会知道孩子的身份了 而等待他的 就是法律的制裁 小语 放心吧 医生说了 小语没事的 这件事情总算是过去了 孙小海终于被抓住了 姐 以前都怪我 是我年龄小 不懂事 对不起 姐 经过了这么多事 我现在才知道 亲情的可贵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长大了 姐 之前是我不好 给你和你们家惹来这么多麻烦 没什么对不起 一家人的 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算了 想去 自己讨厌 差吗 可能 她是多变成掇 来 你更 melhor 不是 Tiffany 妈妈 妈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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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妈妈呀 叫妈妈呀 叫妈妈 叫妈妈 妈妈 妈妈 叫啊 妈妈 妈妈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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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pek 家 家